我們對國產疫苗 也是蠻有期待 蠻有信心的 不只是說 他的那個第一期 第二期臨床試驗的結果 其實看起來還好 其實我們國際上現在三種 三種那個新冠疫苗 一個是菲瑞莫德納RNA疫苗 一個是AZ公司 腺病土在病疫苗 一個是Novavax 還有我們的高端聯氧是蛋白疫苗 整個去看 他們的臨床試驗報告 那個抗體最高的是蛋白疫苗 其次RNA疫苗 其次是活性載體疫苗 所以他是可以被期待的 他其實他那個Novavax 其他類似的一個蛋白疫苗 做起來就是他發燒的機率是最低的 那抗體是 看起來是很高的 RNA疫苗跟那個腺病毒疫苗 都是製造速度會很快 所以他們為什麼會發展這疫苗 就是因為他們可以搶先大量上市 蛋白疫苗是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我們雖然落後 可是他是最傳統的那個疫苗技術 他是最可靠的 使用經驗最多 像說RNA疫苗 輝瑞的RNA疫苗 他就看到預期外的嚴重副作用 他就是有十萬分之一的 大概十萬分之一的機會會引起嚴重過敏性修割 比起其他疫苗百萬分之一的過敏性修割 他是增加了十倍 對自治疫苗有信心這是正確的 就很有信心 我一直都很有信心 好 這個陳建仁副總統也是權威 他在今年4月也發表了一個專欄 他說目前全球的許多新冠疫苗完成三期人體實驗 那是以前他們在完成二期的時候就開始接受緊急授權上市 你看 然後再繼續的做三期 對不對 那我們的這個疫苗 蛋白疫苗跟RNA疫苗 李比醫師做了一個說明 你再幫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高端的疫苗在今年初的時候 AIT曾經在他們的臉書網頁上面PO出來說 美國的國衛院要跟台灣的高端合作開發疫苗 所以這是一個還蠻嚴謹的過程 對 我們應該這樣講 常常很多人說國產 國產都有的時候都會有一點點害怕說 國產會不會效果怎麼樣不知道 但實際上我們的國產還真的是鍍金的 真的是金的 因為他是外國有授權 我們有一些這個這個次單元蛋白 次單位蛋白所做製造出來的疫苗 他並不是單純說我們從無到有 自己在那邊摸索研發的 那其實全世界都說 你到底要做第幾期的試驗 在緊急狀態下授權通常都稍微快一點 那各位可以看到剛剛那個陳建仁副總統當時講的那個 那裡面有講到說第三期 他會需要把所有的人分成兩部分 一邊的人有打 一邊的人沒打 然後呢 沒打的人跟有打的人完全都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打 然後到最後我們再來看看效果怎麼樣 可是實際上在外國的醫學倫理 最近就有在討論這件事情 如果有一個疫情 現在已經在大爆發了 基本上在做這一件 一半的人有打 打那種類似安慰劑的 一半的人打是打真正的 結果到最後說你出人命了 死亡了 然後解封告訴你說原來你打的是安慰劑 其實這樣子的操作方法在現在大規模的流行期 大部分都覺得已經不大符合醫學倫理了 所以我們就變成說好 現在已經有上市的疫苗 他們打了之後血液裡面的中和抗體濃度多少 或者說你真的得了病 你康復了 你血液裡面的中和抗體濃度多少 我們現在做的實驗就是我們的國產疫苗打在身體裡面 我的中和抗體的濃度可以比他更好 那我們就會認定有效 而不是真的要再放到人群裡面去說 我們真的分兩半 你真的沒打到最後你出事了 我把他列入說這個可能效果怎麼樣 這個真的會影響 那所以這部分也是提醒大家說 如果說這個疫苗上市 我們必須看說目前已經知道說莫德納跟輝瑞 這個mRNA保護的效果很不錯 那嬌生跟AD的這個腺病毒載體 它的保護效果稍微低一點點 但是實際上這個次單位蛋白 包括我們的高端聯亞 目前認定他們檢驗出來的中和抗體濃度都不錯 甚至我自己很多同事 他們都有參加他們的臨床試驗 這個報告出來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所以這個我會覺得說 各位不要一直聽到說國產的啦 沒經驗啦 這個以後打了之後效果怎麼樣不知道 實際上他不是只是國產的 他還是跟外國好好合作的 而且目前已知效果都很好 可是我們其實在這個今年 年初的時候有一個民調 是台灣的年輕人七成七以上 是支持國產疫苗 而五成以上的台灣人是要打國產疫苗的啊 那就是因為有那個民調之後 我們就開始發現有特定的人士要污名化國產疫苗啊 對不對 那請問你 你也是小兒科醫師嘛 那陳佩琪女士 他也是小兒科醫師吧 對不對 為什麼他說國產疫苗 有一些誤解搞到一開始的施打率不高 那也是陳佩琪幹的事啊 後來呢 後來呢 開始疫情開始出來了之後 這個施打率才真的是大量提高 那我也要提醒大家 我們還是要很小心 包括以後疫苗再進來了 國產疫苗開始出來的時候 其實市面上的謠言從來都沒有少過了 只要他開始打疫苗了 只要又有人開始放謠言出來說 誰打了怎麼樣啊 半邊癱瘓啊 什麼要做復健啊 網路上的謠言從來都沒有少過 這個只要這種謠言出來 這施打率重新再下降 我們要解封的日期就真的遙遙無期 我們只能呼籲我們的觀眾朋友 一個傳一個 請你呢 要把正確的訊息呢 告訴你身邊的親人跟朋友 那我們的國產疫苗呢 那基本上是 非常非常優秀的 而這一支高端的疫苗 各位可能那個時候 我們的疫情不是那麼的嚴重 很多人都沒有注意罪責消息 這個是去年呢 去年的2月22號 當時的AIT證實 美國的國衛院跟高端合作開發疫苗 這個內容是什麼呢 內容是台灣的一代疫苗生物有限公司 表示他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為了武漢冠狀病毒研發一種新的疫苗 然後呢他們把病毒株 美國的國衛院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2020年 到2月22號就開始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是沒有病 沒有那個 確診病例嘛 沒有疫情 所以我們沒有病毒株 因此呢 他們就開始呢 要進行合作 到了5月5號的時候 高端疫苗就宣布跟美國國衛院 簽署新型冠狀病毒疫苗 全球授權合約 他怎麼說的呢 他說取得了美國的NIH新冠肺炎 重組幾蛋白的原始生物材料 驗證用抗體技術平台 以及此平台跟候選疫苗的相關專利等權利 透過上述授權內容 他們公司可以在全球進行這一項 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開發 製造銷售跟完整的商業化布局 這個國產的疫苗 在台灣應該有一個 護國的疫苗團隊 他們現在要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打擊的目的 是讓我們的國產疫苗 在7月底沒有辦法上市 因為一旦上市 我們的疫苗可能就500萬 1000萬2000萬上億支可以生產 而且還可以全球銷售 甚至於可以捐贈給我們的邦交國 對不對 所以老共呢 一方面阻止BNT原廠賣給我們 另外一方面要打擊我們的國產疫苗